大學生愛情調查 牽手算劈腿 但八成不分手 東武大學社會系今年初 針對大台北地區21所公私立大學 1200名大學生進行愛情經驗問卷調查 昨天公布統計結果 有超過6成4的大學生談過戀愛 已經在大學期間交過2.65個情人 於3成2認為伴侶和第三者牽手就算劈腿 而以此標準有超過2成大學生 慘全自己曾劈腿 但若發現另一半劈腿 有超過8成3的人會選擇原諒 至於現在大學生尋找結婚對象的拙偶條件 雖然以對性和價值觀相同為主 但男性多半屬於外貌學會成員 會以外表考量 但女性步入婚姻 則重視尋找長期辦票以經濟為主 此外研究結果也發現 由於1成4的大學生有同性戀經驗 對此研究大學生多認同伴侶和別人牽手 就算劈腿 但對多數人被劈腿還不分手 則無法理解 叫做我的話我就分手 如果萬一你的伴侶劈腿 你會不會跟他分手 嗨 動新聞台北報導 indicator10 點工 Channel 點工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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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點工